歡迎大家收聽Billy巴博 他分享Hero書第二章第一章 除流失去的意思 上次和大家說了這個business case 說到除流失去的嚴重性 就是Jawson平公司 網上有些他的data 根據這些數據 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如果人們沒有除流失去的話 或者如果公司計算到除流失去的代價 他是不會付出的 即是180個million upfront 他賣公司 然後大概30個million 就被employee留下 很多錢 假如用這些data計算下去 他平均每人每個星期畫50幅畫 或者是17個星期畫了300幅畫 每天 他每幅畫都有廣告收入 如果每幅畫的正收入 是一線廣告的話 假設他這家公司 即是這個game 6個月之後 就滿到爆 沒有人再玩了 正常來說 遊戲都是6個月至18個月 就死掉了 你會看到 其實他的earning 真的很厲害 最後一場話短說 他應該可以賺到 101個million 假設他 真的6個星期才死 那些人 還有假設他 做完這個game之後 還有 2nd edition 3rd edition 好像angry bird 那樣 但是這家公司 他 計算錯誤了 就是 那些人玩一下 極快的速度 超瘋狂 然後極快的速度 die out 結果他最後不是賺100個million 而是撇獎100個million 那我相信 還會試得更厲害 但是 那些手機遊戲研發商 通常都會有這樣的風險 Anyway 但是 在信仰上面 假如我們 沒有take it serious 那我們以為 真的出流失去 是 沒什麼 那 那 都會有個很嚴重的後果 那 信仰來說 就不只是錢 或者利益的問題 而是跟神的關係的問題 那 那 好像 這裡看到很多款手機 那 他這個圖畫都out 因為他都沒有iPhone 或者沒有那些 smartphone 這樣 由大哥大一 去到現在 那 如果不是與時並進的時候 你基本上是溝通不了的 這個世界 那 如果你不繼續 成長的時候 其實 可能 通訊都會出問題 又或者 神不停跟你說話 你只是當他耳邊封 那我們的信仰會不會是這樣 這樣 有首歌 叫 《零星物語》 就是講到我們跟神的關係 好像 用電話來通話 那樣 神不斷地打電話給我們 但是 我們要不就不理他 要不就收不到 要不覺得很累 這樣 那跟大家分享這首歌 《零星已響了》 感應卻失調 從心了 來何人已倦 匆匆一生 誰月莫酸 雜瓜鳥 是鬥圈 靈星這摩琴 那麼遠 曾經掛斷 如情未了 飄起的段 順時回轉 難道我要不斷 飛 線 如果太多 太多心意 誰在令我 令我充電 全因有主 你尋著我 我儘管失信 神愛未變改 修正與管教 讓我接收到 主的聖向 感激你 無憂子 愛著我 這首歌就講到 我們 對呀 我們信了耶穌 但是有時候 很多時候 人很累 會覺得信仰很重 淡 那習慣了就是 在信仰的邊緣 那裏 你又不是不愛主 但是呢 你又死下死下 那樣 那樣 嗯 然後 你覺得神好像很親近 那樣 但是你又覺得 對他呢 就很陌生 那樣 只是除了認識幾樣東西之外 就是 那樣 那樣 叫你翻多些聖書 叫你讀多些聖經 你又 硬是不肯 就說 唉 沒什麼用啦 或者 都是頭肚知識 那樣 那樣 就是 那樣 你 然後 你 那樣 那樣 你又好像 沒有一個突破 那樣 那 那下下就靠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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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些 那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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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些 如果我們不聽話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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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管教,又修正,不容易修,但最主要原因是他想我們回到他身邊 希望我們不會太敬酒,不喝喝罰酒,希望我們不會隨流失去 再唱一次吧 靈星已響鳥,感應卻失調,從心鳥,奈何人已倦 匆匆一生,歲月磨酸,雜瓜鳥,是兜圈 靈星這摩近,那麼遠,曾經掛斷,如情未了,向起的短 順時迴轉,難道我要不斷,飛線 如果太多,太多心機,誰再令我,令我充電,全因有助 你尋著我,我盡管失信神愛,未變改,修正與管教 若我接受到諸的聲響,感激你,無憂之,愛著我 好,說完除流失去 其實他說除流失去,上次也說過 叫我們最重要的是,要愈化正中所聽見的道理 甚麼為所聽見的道理呢 除流失去可以說是不回教會 或是誤做侍奉,但不是的 他在說,你要所聽見的道理要正中 是專注於那個道理 我們再看下面第三節 由第一節看到第三節 他講到這個道理就是那個救恩 而那個救恩首先是主親自說 而之後的人幫你證實 那證實的人對於我們來說 可以是聖經裡的證實 是信徒的見證,各方面 有人說過,有個比喻 就是聽生命之道聽回來的 但我覺得有點搞笑 他說,假如有個老闆 他叫個伙計來找你 這樣,那件事是否很重要呢 然後他不叫伙計來找你 他叫兒子來講 那這件事就是,好像耶穌走來跟你說 那件事是否更加重要 更加需要來關注呢 其實我自己這樣聽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那些事就不是重要 反而我覺得我自己很重要 為甚麼呢 你想一下,李嘉誠 他找一條小子來跟我說 他找一條小子來跟我說 好像現在碼頭那些 這樣,那就是 OK,看得起我 那如果他找他的兒子來跟我說 那我就更加重要 所以我不知道 我們會不會這樣來看這個救人 是的 我們實際上應該 這段經文的意思是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聽神說些甚麼 我們要去聽耶穌 神的兒子 聽他講些甚麼 但我們現在看到,好像是 就是他來找我 那我就更加重要 就是 如果不是這樣 為甚麼是他來找我 我不用找他 我比他還要 那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你幾可是 你找老闆還是老闆找你 是不是 老闆找你 指你做事 你找老闆的時候 就要殺死狗頭 這樣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甚麼叫所以 所以就是之前有話說 這樣 如果看回第一章 他就說 神藉著古時的仲先知 在末世藉著兒子 來去曉譽我們 講到他的身份是甚麼 他來到這個地上 或者現在繼續做的工作是甚麼 這就是我們需要 越法鄭仲的道理 然後我們就要問 怎樣為之鄭仲所聽見的道理呢 這樣 如果有看過這本叫做 Outlier的書的話 那你可能會知道了 那就是他曾經說過 為甚麼Bill基啊 又不知道 Steve Jobs那些人 為甚麼他可以這麼成功呢 那原來呢 他們花了至少一萬個小時 來去磨練他自己的專業 practice好 或者是經驗好 或者是知識好 你不要說甚麼聽到不行到 或者是讀經是透露知識的 總之人家花了一萬個小時 那你跟我如果覺得這個信仰是有真有悔 是那個生命之道來的 那我們花了多少時間 在當中呢 這個值得我們去深思 那我最近在看這本書 那叫做《令人噴飯的借法》 那當中第84個chapter呢 那裏面講到呢 一班很差勁的記錄圖 那我看一下呢 當中呢 有沒有些是似你喔 那他說呢 這班的信徒呢 有四個特點的 他們就是一班 他們不會肯付代價 或者他以為自己付了代價的基督徒 那第一個特點就是 他們會在教會維持基本的侍奉崗位 包括參加師班 都做小組組長 和職員 那這些侍奉呢 重複了很多次 那駕輕就熟 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他們有自己的計算 假設耶穌真是復活的主 太少侍奉似乎對他不敬 心裏面不安 但是他如果太多侍奉的要求 怎樣呢 那耶穌也不是復活的主 太多侍奉 那真是浪費時間 他們會祈禱 求問耶穌的心意 求他似力量和聰明智慧 但是心裏面根本 就不打算做這麼多侍奉 他們會使自己相信 自己不夠虔誠 不移去背負較多侍奉 這樣他們相信就是謙卑的表現 假設耶穌是復活的 決定必定喜悅 第二點 當有人告訴他們 有反基督教的書籍出版 他們不會感到不安 也不會去amazon.com查閱 他的書評 看過究竟 證明了耶穌不是復活 又如何呢 他們知道自己沒有什麼損失 所以就不會浪費 閱讀這對書籍的時間 就算有人說 鐵證代判那本書 其實可以解釋到耶穌符 各方面 可以有很多證據 其實他自己從來都沒看過這本書 我自己也是 也就是有人插過這本書 有很多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都沒有理會 第三點 他們做了這麼多年 從來都不會花額外的時間 主動研究聖經 或者其他題目 例如你如果是一個電腦人才 絕對不會主動花時間 研究信仰和人工智能的關係 如果你是一個生意人的時候 也都不會花時間 思考信仰和商業道德的關係 假如教會逼他們 在主日學 即是除非教會逼他們 去主日學研究相關的東西 其實教會裡面 有不少信徒 進頭是醫生 律師 工程師 大學教授 他們在自己專業領域裡面 就可以應付到深層次的思維活動 但一講起信仰 他們就連小學生都不如 那是否他們平日的工作壓力太大 導致身心疲累 沒有時間去深入思想基督信仰呢 那第四點 就是當被問起 在信仰裡面 有什麼個人經歷的時候 他們只會套用一些神職人員的 無法答案 而不是自己的答案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的經歷 還有什麼可以說呢 那儘管沒有任何經歷 他們都高興來看到其他信徒 有信仰經歷 於是就很喜歡去信仰大會 好像圖書牧師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們說完一段聖經 用很簡短的靈修 然後就結束 然後就會走出去 然後再希望去下一個宗教冒險家 說一個動人的故事 來填補他們內心的空虛 不知道呢 那四點裡面 有說了多少呢 是關於你了 我們剛才說到有 Candy Crush 或者Jaw Something 或者Angry Bird 這些很好玩的遊戲 其實在生活當中 我們其實可以和神玩一個 Catch Me If You Can的遊戲 這個遊戲 很可能可以幫助到你和我 去尋找到神的蹤影 今次就分享到這裡 那下次再跟大家說 多點關於這個 Catch Me If You Can的遊戲 怎樣玩法 多謝大家